haul by 水族 大家好,我是羅賓 歡迎您來到理加 mistake 有網友在影片下發問 當我的魚缸裡面的水草養很多 但是我魚養很多的情況之下 這時候,我們添加了很強的二氧化碳 魚會不會容易窒息 羅賓你的答案是 魚養得多 你二氧化碳突然間增加 很容易会导致他们窒息 但是请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的鱼 对于二氧化碳是可以适应的 就如同我们人训练跑步的时候 一开始都没有练习跑步的人 直接上场去跑马拉松 你觉得他有办法把这个马拉松跑完吗 那当然是不太可能啊 可是你假如让他先从100公尺开始练 200甚至慢慢一直练 练到1公里之后 持续的累进 让他逐步的增加他的耐受度 还有训练的那个强度之后 他就可以慢慢的适应 之后呢 他就可以完成一个马拉松的赛事 我们养的鱼也是一样 刚开始我们给他的二氧化碳 例如说一秒钟给他一颗气泡的 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 他可能一开始还可以适应 可是当你突然间给他两颗 这个二氧化碳浓度的时候 鱼可能就会瞬间受不了了 这就是对于二氧化碳的耐受度 没有办法一瞬间能够忍受 这个二氧化碳浓度 所以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发现这些鱼虾开始浮头 浮在这个水面 开始呼吸水面上的空气的时候 就表示他已经开始产生缺氧的现象 因为缺氧之后就会浮头 这就是一个指标表示说 他已经受不了 那如同我们训练一个人在跑步 你快受不了 林丁会跟你的教练喊说 我受不了了 我撑不住了 那教练就说 好没关系先休息一下 我们明天再继续 这个鱼在训练这个二氧化碳浓度的适应上 也是一样 我们今天一开始先以气泡素 从一颗 然后接下来变成一颗半 或者是两颗 然后你持续观察它的一个适应力 之后呢 我们观察个几小时 最机会是怎样 我调整完我们的二氧化碳之后就去睡觉了 隔天前你的鱼可能就已经暴毙了 为什么 因为在二氧化碳的忍受度 可能在几十分钟之内 它就会有反应了 可能一开始浓度还没有达到的时候 它还没有反应 可是过了一小时之后呢 整个浓度已经达到它的上限 那鱼就开始浮头 假如你整晚都不管它 放着之后 这个高浓度之下 这些鱼可能就受不了 那之后呢 可能会因为缺氧而窒息 只有你的鱼浮上来了 就挂掉了 所以你要调整这个二氧化碳的时候 你必须循序渐进 比如说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一颗半颗这样慢慢加 然后观察个半小时 或者是一小时之后 你再看说 它的这个适应力还可以 那我再慢慢加 加到它快不行的时候 那我们再把这个二氧化碳 关小一点点 记录起来说 今天这个二氧化碳浓度 大概是几颗泡的浓度 之后 等到明天的时候 或者是过两天之后 它适应这个固定的这个浓度之后 我再慢慢再追加一点点 如同我们在运动 要训练我们的耐力的时候 你也是一天 增加一点点的耐力 让它持久的训练之后 它就可以适应 较高的二氧化碳浓度了 再另外一个情况呢 就是我们刚买回来新的鱼 你直接放到我们已经高二氧化碳浓度的鱼缸的时候 大多数新进来的鱼一丢下去 可能没有一两分钟 马上全部都扶头 为什么 因为它们都是没有训练过这些高浓度二氧化碳的鱼 所以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要嘛第一个 我们就是先换一半的水 然后把水让它恢复到低浓度的情况之下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已经要进鱼了 我们可以在前一天就把我们的二氧化碳先关掉 可是关掉之后呢 你必须怎样 把新的鱼跟旧的鱼一起放进来之后 你整个二氧化碳的浓度又要开始重新训练了 因为为什么 你有旧的班级的同学 跟新的班级的同学 新的班级同学 一定对于我们旧班级这些环境 它是不适应的 那怎么办呢 只好劳烦这些旧班级的同学 驱救一下 跟这些新来的这些鱼一起开始重新的训练 大家在维持一个基准的点之后 慢慢的训练上去 你的二氧化碳就可以慢慢的达到一定的高度了 这样子你的浓度就可以持续的增加 你往往会发现 当鱼正常使用二氧化碳 大概一秒钟两颗到三颗而已 可是你慢慢的一直训练它之后 甚至有可能到四颗到五颗 这个浓度都有可能的 很多人会觉得是说 我已经打得很够了啊 鱼也是快扶头了啊 可是我的草还是有缺二氧化碳的现象 你往往有时候是忘记了说 鱼的二氧化碳耐受度是可以训练的 那当我们的鱼角很多的时候 需要的氧气更多 那这时候怎么办 我们不妨在我们的鱼缸 加一个打气机 用一个气泡石 然后让它产生维系的这个氧气 这样的话 你也可以同时打氧气 又同时打二氧化碳 有人会觉得是说 这样子会不会把二氧化碳一散掉呢 肯定是会的 可是呢 对于这些一散掉的部分 我们只要再增加一点点这样就可以了 这时候再加了一些空气 就是我们打气进去之后呢 它同时可以有高浓度的二氧化碳 又有氧气存在 氧气跟二氧化碳 其实是不会互相抵触的 只是在铺气的过程 会把一些二氧化碳稍微的易散掉 所以当你鱼汁多的时候 你可以加一些空气进去 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解决掉说 因为高二氧化碳 导致我们鱼虾可能缺氧的状况出现 当然我们在一般养水槽缸里面 我们建议是鱼和虾数量不要太多 主要是以水槽的造景为主 然后这些鱼虾生物 纯粹当作点缀就好 这样的话 我们的二氧化碳就可以很好控制在高浓度 那我们这一集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罗宾水族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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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